暑假到了,青少年朋友们宅在家,你在做什么呢? 今天就要来跟大家提醒,网路上你要注意的网路安全有哪些 网路交友要注意,陌生人通常会透过脸书、IG或者是交友软体加你为好友后 引诱或要挟你脱衣服或传没有穿衣服的照片给他,这就是网路诱拐 如你将性私密影像或照片传给他后,他要挟你购买游戏点数 你若不购买游戏点数给他,他就将影像传给你周遭的亲朋好友 这就是游戏点数偷拍诈骗 如何保护个人隐私安存呢? 记得,在网路上不要透露过多个人资讯,不点阅不明言洁,不加陌生人为好友 有任何疑问都要记得拨打版价片专线165来确认哦 希望各位都可以过开开心心的暑假 综合分局关心您